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在大概兩三條影片之前 有些眼尼的觀眾就發現到 在我廳那裏多了一部健身單車 其實我們身後這一部健身單車 都是一些客戶贊助的產品 今天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輕輕講解一下 這一個健身單車有什麼特別 這件健身單車就是由一個叫Renvo的牌子 去到贊助給我的 如果大家上網去到搜尋的話 應該就會見到這個Renvo的牌子 其實在Amazon或者很多不同的其他網站上 都是這一個best seller的運動產品牌子 其實除了外國的網站之外 其實在香港豐宅或其他地方都有得買 它有些看脂肪榜、按摩機之類都有 但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一個 就是一部室內的智能健身單車 大家知道我最近有練打拳 我練拳的時候有一件事我是極度缺乏的 就是我的東西非常之不行 我的氣是非常之不行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少量的哮喘 然後我練氣的方面 是比較上是 我想相比起一般人來說 是比較上的進度是慢一點 所以現在在我家的廳裡有一部單車 在這裡是對於我練氣的方面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你會說你踩單車你出去踩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現在夏天在外面踩單車非常之熱 又要曬太陽 雖然我自己有一部爬山單車 就放在我自己的車旁邊 但是尤其是有時候踩單車 又不好意思不戴著口罩 其實應該是說又要戴著口罩 又有點辛苦 所以在家裡踩一部健身單車 是比較上是會好一點 我覺得這部單車既然叫做智能單車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很智能的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它是需要插電源的 大家看到有來電源先 插去這個單車的後面 然後有一個開關在這裡 這個單車實際去到踩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跟一個APP 一起去連動一起用 但是你也可以就這樣去到踩都可以 那它可以電子控制 你踩的時候的那個阻力 是有幾大的 那這個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那你較大一點阻力較低一點阻力 那但是它這個智能單車 最大的賣點 當然就是它可以跟 它自己自家的一個APP 連在一起 或者其他有些第三方的APP 都可以連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輕輕的去到 示範一下它這個APP 那用的時候究竟會是怎樣 還有還有就是 為什麼我要把單車放在這個窗邊呢 因為雖然我們在室內踩 但是我也想一邊踩的時候 一邊感受一下外面的風 所以我們的單車 是放在這個窗邊 那我們這個APP 只要我們跟單車連動在一起 連接了之後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玩的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叫做Power Course 譬如我們想做一個 燒支的訓練 那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20分鐘的Fat Burning的訓練 20分鐘 燒支 那這個呢 那我們跟單車還沒有連接 那我們連接 連接 連接我們的單車 對啦 那聽到嗶嗶聲響 那就連接了 連接了之後 那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 Let's go 那我們把畫面放回旁邊 對啦 那這些呢 Fat Burning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節 那個單車的那個阻力 那你就不需要 就剛才這樣說呢 就去到自己去到調節那個阻力 那這個呢 它有Beginner 有些是高級一點 難一點 那就視乎你自己的那個 需要 去到調節那個難度 看看究竟是 踩難一點 踩簡單一點 那就自己去到選擇 不過呢 我們今天是介紹這個產品 那我們就不會說20分鐘 這樣去到踩給大家看 那但是就可以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App去到用的時候 跟這個單車連動在一起 其實那個效果出來會怎樣 畫面會怎樣 那現在大家看到 好像有點悶 經常看著那些數字 看著那些數據 跟著它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開始Fat Burn 什麼時候開始要做什麼 那可能是有點悶 但是其實它是有些比較有趣一點的 一些訓練的 course 那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那剛才我們就是看這個power course 它有一些呢 譬如說video course 那如果你不想看著那些數字 不想看著那些公仔在那裡動的話呢 那你可以玩這些 那跟著那些教練一起去到 練啦 這個三分五十秒而已 那我們就下載這個 course 它這個只不過是 是一個 warm up course來的 但是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那有一些畫面 一起去到踩的時候 究竟會有什麼效果 Rainful smart healthy living 這個我們就是跟著教練一起 跟著他一起做 那這些呢 就好像平時我們去健身那裡 跟著那個教練一起做 那之前呢 Apple不是自己都出了一些 叫Apple Fit的東西的 那這個呢 就是免費的 你有這一部的單車 然後用那個app一起 那就可以 看著那個教練的影片 然後一起去踩 其實近這一年多來呢 其實應該也有不少人 會上網去看一些做運動的影片 然後在家裡跟著一起做 那所以呢 這個其實是不錯的 那除了譬如說做瑜伽 或者一些用身體的訓練之外 那也可以充一下單車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的玩法 那還有最下一個玩法 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呢 可以看著一些實際的郊外 踩單車的時候一些風景 去到踩 最下一個就是這個 Cycling Challenge 那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們有法國 德國 德國 美國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的location可以讓我們選擇的 譬如我們現在選擇這個 這個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山脈 意大利的山脈 是這個Dolamite 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如果跟著它實際的一些單車的location 去到踩的時候呢 你不踩呢 畫面是不會動的 OK 那只要你踩的時候呢 它的畫面才會跟著一起動的 OK 這一個也是一樣 剛才不是說過呢 它這個會自動調節那個難度 就是那個的阻力 它這個就是會根據 去到影片裏面的地方 究竟是上斜 還是下斜呢 它會自動調節那個阻力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呢 在畫面上呢 左上角大家可以看到是 不斷地上斜的 因為這個是上山的路徑來的 所以現在呢 我踩的時候 是 它的阻力都幾大 那這個有些人呢 是會選擇呢 是 看著電視劇啊 看著一些戲啊 或者聽著歌來踩單車 那當然也可以 但是好像這些這樣 用它們的 video course 用它們的video course 去踩呢 也是一個玩法來的 哇 一開球已經累了 哇 踩兩東西 流汗了 我已經是 想不受到幾難 這個呢 剛才呢 大家看到那個app的畫面 那這個app呢 有一種好處就是 其他有很多相類似的 一些踩單車做運動的app 很多時候都是免費下載 但是裏面很多不同的cores 很多不同的 一些實際踩單車的風景的影像呢 很多時候都要給幾元去買的 那它這一個呢 跟著一部單車一起來的 那些 裏面的content是全部都免費的 那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地方來的 那還有就是呢 它這一部的單車呢 就又不可以說它是很細部 但是呢 好像我們家一樣 我們放在一個廳裡 都完全是卓卓有餘的 就是足夠放在一個廳裡 要搬動它的時候呢 都不是太困難的 因為它前面呢 是有兩個輪子的 那我在家裡呢 我想把它動來動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撐起 然後拉就已經是了 它整部單車的重量方面呢 大概是70磅左右 那不算是十分的重 那我自己搬這個單車上來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人跟我一起去到 兩個人 一個人台前面 一個人後面 這樣抬上來 那麼70磅 我們台行三層樓梯 都不算是十分之辛苦 那如果你住的地方是有升降機的話呢 那就更加不用了 就是這樣拉就行了 不是有車子嗎 那我們今天這個呢 我們說的是這個官方 他們贊助這部單車給我們嘛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到購買 這一部Renvo的AI Bike的話呢 這個自營單車的話呢 當然就是會有這個優惠啦 如果現在大家呢 用我的優惠 買Jason 21 去他們Renvo的網站那裡買產品的話呢 那全線產品都可以有這個95折優惠的 就是說除了這一部自營單車之外呢 你買它們其他產品呢 一樣都可以有這個95折的 那有效期應該就是三個月左右 那所以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呢 想買的話呢 那在三個月之內呢 就好會買啦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那個優惠就會完結了的 關於那 我是今天的影片呢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個Renvo的AI Bike 這個產品呢 今天才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今天記得幫個like啦 有什麼事是否能夠說 今天我們呢 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吧 拜拜